易哥哥 还以为你住在江夏俊府上呢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 我儿莫要胡闹 没胡闹 易哥哥不是也是来用膳的吗 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啊 你还是同你的左世子一起吧 我与你嫂子一起 公主这么温婉大方 应该不会介意我们来蹭一顿饭吧 不好意思啊 我同我夫君用膳 不喜欢外人 和你与世子自幼相识 我和易哥哥也是青梅竹马 我们大家都不是外人 不如嫂子带我们一起吧 上官小姐 我似乎早就跟你说过 我与世子只是儿时相识 并不太熟 是与你和我夫君青梅竹马的事情 你同他讲 会和我说 我不熟你们的事情 易哥哥 既然你嫂子都已经这么说了 那就听你嫂子的 易哥哥 白山寺还有多远呢 走 易哥哥 白山寺还有多远呢 走 我儿这就走不动了 还远着呢 叫你不要来 你非要来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们走吧 嫂子 世子哥哥 你们也上来了 婉儿腿伤了 我们打算在山上小住几日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慕雪 我去帮你倒杯茶吧 世子与慕雪 虽年又是相识 但如今 他已是朕的皇后 世子的称呼 还是改了吧 皇上不提醒我 本世子这一路到位查局 我在这儿向皇上赔个不是 一个称呼罢了 易哥哥难免也太小气了 我听着世子喊嫂子 慕雪 挺好听的 若是喊皇后娘娘 那也太介外了不是 规矩就是规矩 茶水性寒 你身子不好 还是别喝 易哥哥对嫂子也太好了吧 哎 好想出来走走呀 这比春脸中毒躺着还难受啊 易哥哥 你不会真的对姐姐怎么样的 他当时只是鬼迷心窍了 不会真的想怎么样的 是他身边那个嬷嬷 该怎么罚 自然有条例为参长 是婉儿太担心姐姐了 易哥哥不要责怪 上官小姐身上的毒全解了 谢谢嫂子关心 都已经全解了 嫂子到现在还称呼我为上官小姐 这也难免太见外了 这样你同一哥哥一样 叫我婉儿如何 还是叫你上官小姐吧 我不喜欢乱人亲戚 而且我也只有一个哥哥 是婉儿高看了自己 这里给嫂子赔个不是 原先您就贵为公主 兄弟姐妹也很多 这样叫确实不合适 嫂子现在应该很担心废鱼王吧 这是知道我远在压抑的时候 故意在这里等着 不是上官小姐高看自己 是我信够孤僻 至于阿语 我的确很担心的 云一若是仍旧不信我 那便罢了吧 皇后娘娘和赵玉流 从小一起长大 难免感情不一样 担心也是难免的吗 我想了一下 之前是我做了不对 等我回京后 我就让人撤了不让赵玉流 入京都的条件 谢谢 你我之间不必沿险 时间不早了 牧雪身子不好 我就先带她回去 婉儿就交给左世子了 这次是我失算了 我那么多次的试探 云一非但没有怪罪她 反而更加维护叶牧雪 只能说 你在她心里的位置 越来越不重要 我给过你机会 但是你没有把握 如果当初 你没有阻止我入宫 也许叶牧雪 就已经出宫了 我得到了云一 你得到了叶牧雪 那反而不是更好吗 你以为你入了宫 就能代替牧雪吗 我劝你还是安分些 婉儿心性小 你莫要和她一般见识 我又没说什么 我知道夫人大量 没说什么 只是婉儿从小就喜欢跟着我 我惯坏她了 她心思单纯又敏感 做错了事也不知道 今日也教训过她了 只是今后你别对她怎么样了 你的意思 就是在山上的时候 是我把她腿弄伤的 没有 云烟 是不是在你心里 我就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就会去害人的毒妇 不是 是我说错话了 你 你想怎么惩罚我 别碰我 对不起 牧雪 是我做的不对 我以后不会再怀疑你了 我也不会不相信你说的话 好吗 松开我 不松 除非牧雪原谅我 其实 你那样想也情有可原 你和她相识数十年 觉得她心思单纯 善良 觉得我心思深重 这都情有可原 牧雪 我想静静 今晚先这样吧 或许 回到江城之后 我真的该带汐儿离开了 想了 起吧 再抱会儿吧 牧雪可爱生气 我不是不信任你 是我想太多 别多想 热上三肝了 我们出发吧 我已经同志员方丈说过了 一会儿 她会过来给你瞧瞧 我的身子我自己清楚 不用麻烦方丈了 医者不自医 更何况 我还想陪牧雪一起度过今后的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婢子汤用了多久了 每次带来 都会准备 在云府就用 还是 入宫之后 大概每次都会用 他们来到这世上 只是给他们带来痛苦 如今 云少主对你这般 你还这么想吗 帝王之爱 又能维持多久 看来 叶姑娘已是心有成算 老纳也不便多劝 只是 你身子本就虚弱 日后还是少用些婢子汤药 先将身子养好 我知道了 多谢方丈 出来了 方丈怎么说 无事 方丈说 调缘一段时间即可 那就好 既然无事 我们回京城了 你的网维梅 腿上尚未全域 还需在此疗养 你要丢下她 做世子自会照顾她 你是我的夫人 我照顾好你就小 走吧 我们这就回京城 汐儿 娘亲来了 娘亲 汐儿乖 汐儿 汐儿在她奶奶这里很乖的 没有给她奶奶惹麻烦 娘亲是高兴 看到汐儿高兴 汐儿 小弟弟 瞧瞧 当爹不好好当 这会儿 这会儿 连闺女都不认你了吧 祖母也打去我 乖 爹爹认错了 可否原谅爹爹 爹爹 不用对汐儿道歉 爹爹该对阿娘说对不起 只要阿娘原谅爹爹了 汐儿就原谅爹爹 我已经同你阿娘道过歉了 那汐儿帮我问问 你阿娘 是否愿意原谅爹爹啊 娘亲 爹爹说的可是真的吗 爹爹已经道过歉了 去抱抱她 不 汐儿要娘亲吧 汐儿 从前是爹爹不好 以后啊 爹爹会对你阿娘 对汐儿好 真的吗 爹爹真的不会再讨厌汐儿了吗 真的 汐儿这么乖 爹爹怎么会讨厌汐儿呢 若有假 曾祖母打我可好 爹爹不骗人 不骗人 那爹爹报 祖母 这几日 我想带沐雪 和汐儿 去城外踏青 四处逛逛 等您大寿司再回复 好好好 哎呀 这才像恩恩爱爱的一家人嘛 祖母 瞧这丫头 还害羞啊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老婆子我啊 如今最大的心愿 就是你们好好的 祖母 你是哪儿来的野鸡 也敢命令我 好狗不挡道 让开 贱人 你竟敢骂我是狗 贱人 你竟敢打我 打你了 如何 林家不教你做人 扰乱老祖宗的寿宴 我作为云府的少夫人 替林家管教管教你 有问题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云府的少夫人了 你配吗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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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欺负我 你也不问问 居然是这次 有什么事可以直说 若是有人欺负你 云府自然会还你一个公道 就是这个贱女人 他打我 他还杀我巴掌 来人 把他给我赶出去 表哥 你为了这个女人 你要跟我走 赶出去 表哥 表哥 手疼不疼 不是以前就和你说过 动手这种事 不需要你来 是我打了你表妹 我知道 沐雪打她 肯定是因为她该打 这还是第一次 羽翼好多有遇到 坚定站在了我这边 沐雪 玩得开心吗 沐儿给老祖宗祝寿 祝老祖宗俘入东海 寿比南山 你这丫头 还是和小时候一样伶俐 会说话 还是老夫人好 比那个义哥哥 不知道好多少倍 我和世子哥哥在江夏 遇到了嫂子和义哥哥 白山寺上 瓦儿脚崴了 谁知道义哥哥 居然带着嫂子 先离开了江城 真是可恶 岂止是对上官小姐呀 云翼那臭小子 回来几天啊 就陪着沐雪游玩 也不让沐雪 陪老婆子我 嫂子你也在这里呀 上官小姐 这没别人 不必这样 能够用这张脸 何必用脑子去伪装呢 你说对吗 叶姐姐 玻璃尾巴藏得再久 终究是会露出来的 叶姐姐似乎不太喜欢我啊 是因为义哥哥吗 我喜欢的是世子哥哥 叶姐姐这么提防着我做什么 你喜欢谁 想和谁在一起 跟我都没有关系 云翼后宫不缺你一个 你要是想见 跟他说便是 你真以为 叶哥哥就那么喜欢你 和你有什么关系 上次春丽 他半夜去救我 你就不生气 这件事他已同我解释 他只是将你当作妹妹 上官小姐 还是少自作多情报 解释 你就那么相信一个男人说的话 叶姐姐 你真的了解 义哥哥吗 上次受的伤 你全都忘了 他根本就不信任你 你信不信 我从这里跳下去 说是你推的 他定会信我 那你就试试 好啊 不过我一个人跳下去 也太无趣了 不如叶姐姐 同我一起啊 你疯了 我是疯了 今天你就跟我一起去死吧 不行 叶哥哥 婉儿 你没事吧 叶哥哥 我手好疼啊 你帮我看看 叶哥哥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当时我和嫂子在水池边聊天 然后 我不知道说了什么 惹得嫂子不开心了 突然就拽住了我 然后 然后我们就一起掉下去了 好长 我还没有死吗 出去 一哥哥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让你出去 别再让我多说一遍 一哥哥 就让我陪嫂子醒来吧 墨雪还没有醒 你的骗人之心 我不会醒 动我出来 我是在做梦吗 云亦怎么会选择信我 还太多这么热力地 对上官官 是做梦吗 狮子哥哥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没想到 他会落水 是他推的我 当初我也差点掉下去了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那个女人都还没醒 你问都没问 就断定是我做的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你丝毫都不信我 如果是他做的呢 如果是他推的我呢 你又怎么说 山官婉 别说墨雪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就算他做了 你也得受着 果然还是放不下他 你好自为之 云亦当年救下的 是叶墨雪对不对 我一直都不明白 为什么你当初 要跟云亦说 中原节落水的人是我 现在我知道了 原来 你是不想让云亦知道 是叶墨雪 因为你怕他 靠近他 抢走他 对不对 所以你一早 你就喜欢上了叶墨雪 对吗 可惜了 人算不如天算 兜兜转转 他终究还是嫁给了 当初救了他的你 闭嘴 闭嘴 如果云亦知道了 不是我 是他 会怎么样 他不会知道了 这就是从你知我知 你敢告诉他吗 你告诉他 告诉他你是替代品 告诉他你一直享受的 他该享受的吗 怎么掉下去的 前面 果然是在怎么办 上官小姐怎么说 他说 同你说了一些 不该说的话 你恼羞成怒 打了他 他挣扎 你就拉他一起下水了 那你信了 我在等你的答案 我没打他 我信你 我说过 我不会再去怀疑你了 可是你还是选择了 先关心上官丸 而我都快死了 是他拉住了我 我第一时间是去救你的 沐雪 我说过 我会用余生所有的时光 来弥补你 来爱护你 沐雪 你愿意再相信我一次吗 是上官网推我落入池塘的 他说你肯定不会信任我 若是他入水说 是我推的 你一定会信他 既然他这么喜欢落水 那我就让他再落一次水 这一次 谁也不准救他 他从前就落过水 从前 中原节 他被人挤入水中 是我救了他 可是在十一年前的中原节 花树下 你怎么知道 那年中原节 我在花树下玩耍 被人推挤入水 后来被一少年所救 经过苦学 知道那位少年 就叫云烟 当年我救下的人 是你 当年那位少年 将我救起后 他那张稚嫩 和透着坚毅的面孔 深深地刻在我心中 后来太后 派我来江城 盯着月四 等我再看到你的面孔时 你知道我有多欣喜吗 但是我没想到 是可以这样的方式传号 我宁愿 我宁愿 追忍我 一边是我的救命恩人 一边是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太后 我当时真的非常痛苦 她让我对你做那些洋葬之事 我真的做不出来 所以 我违背了太后的指引 是我错 我大错特错 没想到沐雪 你给我背负得这么多 左世子在哪 回皇上 左世子在后花园 当年我在京城 救下的人是谁 皇上救的是谁 我怎会知道呢 左卓然 你少在这给我装糊涂 当年我救下的就是沐雪 根本就不是上官丸 本世子只说过 上官丸在中原节落了水 可没跟皇上说 您救的就是他呀 你敢诱导我 你是害怕我抢走沐雪吧 可惜了 他已经嫁给我 既然皇上现在已经知道了 以后 不用你提醒 我自然是会对沐雪好 还请皇上记住今天所说的话 还有 还请皇上告诉沐雪 赵雨流 他已经醒了 少夫人如何了 高热已经退下 少夫人已经醒了 不过 不过什么 在下能理解 少主暂时不想要孩子的想法 不过这婢子汤 还是少用为好啊 碧子汤 是 你先下去吧 碧子汤 是你自己要用的 是 要修了我吗 你身子虚 那药对你身子不好 若你真的不想要孩子 配药给我便是 左卓然说 赵雨流已经醒了 如果你想 皇位我让给他便是 我们带着汐儿 去游历着锦绣山河 去看塞北的白雪 去看大漠的日落 去看江南的烟雨 沐雪 我爱你 阿姨 我也爱你 오늘은 我爱你 我爱你 感谢观看